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,记者王浩宇,第一届天赋杯,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发布会,6日在中国棋院举行。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在会上表示,天赋杯将给世界各地的棋手,们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。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中,在新闻发布会上至此,新华社记者贾宇陈舍,天赋杯是中国围棋协会,进行实体化改革,之后创办的一个比赛。 目前中国已有多个世界围棋锦标赛和女子世界围棋大赛,举办世界围棋大赛,使棋手们有机会在一起交流。 对于提高整体水平大有注意,林建超说,本次比赛中国棋手将由柯杰、联校、陈标叶、范婷玉、姑子豪等13人参赛。 国家围棋队领队花学名参赛名单的标准进行了解读,很多棋迷或去会奇怪,等级分非常高的米玉婷、十月、陀加西都不在名单中。 这是因为国家围棋队设立了世界大赛积分榜,拿过世界冠军、亚军、国内冠军都有不同的对应的积分。 这次中国参赛的11人名单就是根据这个积分榜排名选出的。 9月6日,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名,作一,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国平,作二,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,钟,和中国围棋选手鼓励,又一,当在新闻发布会后合影。 新华社记者贾雨晨社,据主办方介绍,首届天府杯由中国围棋协会,中国棋院,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,会主办,比赛两年一届,冠亚军奖金分别为200万,70万元人民币。 目前在清华大学就读的鼓励,此番将持外卡参赛,能够在家乡再次参加世界大赛,让他在欢喜之余也对成绩有所期许,非常开心, 也很珍惜这个机会,这是四川举办的第一次围棋世界大赛,希望能够把奖杯留在四川,鼓励说,鼓励在新闻发布会上至此,新华社记者贾雨晨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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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